解放军两栖作战训练,两栖作战是目前较为复杂的一种作战形式,同时也是一种相对凶险的作战方式,由于涉及到多军种、多型武器、多种作战方式,是一个难度较高的综合性考验,一旦出现任何一丝疏忽,都会付出极大的代价。 因此,目前许多国家都注重培养军队的两栖作战能力,在培养两栖作战能力方面,我国也毫不松懈。 近日,我国之方官方媒体,关于军队重视两栖作战训练的报道法多,前不久我国陆军在沿海地区进行了两栖科目训练,我国海军也将在沿海地区承办国际军事比赛中海上登陆项目。 这是中国海军首次承办该项目的国际军事比赛,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海军来说,两栖登陆作战是必须重点训练的科目。 对于即将开展的比赛,我国军事专家李洁表示,但是我国海军可以在国际交流中借鉴宝贵经验,同时也找出所存在的差距,以便于更好的弥补不足,有效提高我国两栖作战能力。 其实几年来,我国在两栖作战能力上有了较大的提升,但是军事专家李洁认为,由于缺乏实战训练,联合训练也较少。 这导致我国的两栖作战能力与国际水平有所差距,我国两栖作战能力与国际水平之间的差距是不可否认的,但是不代表我国就忽视了两栖作战能力。 前不久,澳美就发表文章称,中国海军在过去二十年取得了极大的进展,但是有一个惊人的例外,就是两栖力量。 但是,澳美指出,往往西方国家会低估中国,公平的说,中国至少与美国一样了解两栖力量,甚至了解得更好。 然而,对于澳美的这一说法,美国媒体却有不同的看法。 美媒在文章中称,中国的海上力量崛起是众所周知的,中国海军今年来部署了大量新的军舰来提高海上军事力量。 但是,外界不太了解的是,中国的两栖作战能力,也在有跳舞我的发展中。 未来五年里,中国的两栖部队或可以同美国两栖部队相媲美,未来两栖登陆作战或将不再是美军的拿手绝活。 071型船务登陆舰,有公开资料显示,目前我国两栖作战兵力高达近八万人,同时拥有四艘071型船务登陆舰,15艘072A用坦克登陆舰等,还从乌克兰引进了野牛气垫登陆舰。 而且,我国正在研发一款排水量四万多级的灵机二型两栖攻击舰。 另外,在两栖作战中,航母核区逐渐编队,也是极为重要的支援。 可以说,我国两栖作战能力与国际水平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,虽然还存在差距,但是也有极大的潜力。 订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